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大家持续支持MyRadio节目月费计划 天天天南主持神舟午子张文龙 曾伟廉 郑宗盟 刘永新 富余华 哈啰 又是神舟午子的这集 今天午子有三子不空 只剩下两粒 所以今天就是神舟春子 只有两粒 三子三粒 你不是神舟午子才是吧 你是我们特别嘉宾 叶子暉 今天为何戴帽子呢 因为我不空梳头 所以有大粒帽子 不好意思 今天只有两个小春子 今天我们三个人做节目 三位都没有空 只有我们两个了 没问题的 OK的 我们尽量将一些我们知道的东西 或者想分享的东西 和大家去分享 那么就 月尾了 这集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 六十八个九 我们月费六十八个九 每个月都是的 每个月都是的 每个月我们这集都是的 好像变成了我们的追数 总之都是个句 记得给钱 宣誉大家给钱 赞助一下我们天天天南 我们天天南其实算不错 都多谢各位各位的支持 不要说黑套话 总之都是那句 你快点给钱 不要说那么多 快点放水 放水就可以了 小小模拐 多多就更加好 又令到天天天南 令到我们认识了很多朋友 原来有些我猜不到 我猜不到 有些亲戚朋友 我爸爸的朋友 原来有看天天天南 都认得我 有些都知道 我之前说过几集 那些邮票前币 有些朋友都说 你上到网台吗 我怎么知道 我找到你 那麽大的 My Radio My Radio就很出名 天天南也很出名 我们经常说 如果交了六十八个九的朋友 除了货款支持之外 如果我们平时 其实我们天天天南 里面有个Facebook的专业 我们都会贴上 重温的连结出来 那个连结 如果哪一位 没有时间听我们现场直播 就可以拿回那条link 去看重温 甚至把这条link 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大家更多人去听 其实要多多大家的支持 而且你想留意这个专业 你记得先赞好 你记得来这个专业 先赞好 因为我们除了想做这个节目 去分享一些台湾的资讯 给大家之外 其实我也希望 将我们有一些 我们的想法 或者我们的想法 是在香港 或者在一个网上世界 或者网上去到全世界 海外所有的中国人 懂得听广东话 不是中国人 懂得听广东话 都听得明白 希望将这些资料 或者这些资讯 去散播出去 如果大家除了货款的赞助之外 这个动作 去帮我们做个分享 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帮助 对的 不管怎样都好 不管怎样都好 都是一句话 记得科学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有钱又有力 又出钱又出力 没有钱有力的 都出力 大家都知道 例如我们现在录播节目 甚至外面的工作人员 灯油火纳 全部都是需要大家的支持 另外节目成功 收视率高不高 那就要靠大家的分享 总之多谢大家 不要再多谢大家 记得付钱 记得付钱 提过很多次了 我们下个星期 还有两个星期左右 双十国庆 双十国庆 上一集 谢公也有介绍过 《光辉十月》里面的各个节目 即是不同的团体 包括神州 香总 德龙行 新界西 都有很多 或者最大型的 就是十月十日 晚上在伦敦 谢公也有介绍过 我想这一两天如果有空 我再综合一张 list 放在天天天蓝专页里面 不必大家参考 因为那些太多了 那些时间可能会令大家混乱 常常以为我报名去神州 原来你报名是第二个 原来有很多个 始终免得混淆 让大家去清楚一点 希望大家支持 虽然是吃一餐饭的 都要支持一下 或者有些朋友 例如请他吃饭 或者一个男生想追求女生 来双十国庆就最好了 起码女生知道你一个有思想 有国家观念的人 但那女生会不会嫌老土 其实不一定的 你来到这些节目 那女生未必会嫌老土 觉得你正也不一定 亦都可能会这样 有眼光 即是你会选中华民国 不是选中华人民共和国 證明这个男生有眼光 證明这个男生有理想 有思想 这些男生才可以 所以男型的年轻人 約了女生 十月十日 約他来双十国庆吃饭 就最好了 另外就比较舒服一点的节目 就是十月十日的上午 屯门青山洪流 我们都有星期典礼 每年都一次 记得过来支持 今年放假 今月正好又是假期 更加要来 我相信今年都应该会多人 希望大家 即假期一定多人 其实在我心里 双十永远都是假期 就算那天没有放红衣 我也是请假的 是啊 我今天在网上先有个人说 他自己已经帮他儿子去请假 即是往年都会帮他儿子请假 我觉得这个 这个都是一个 即是对儿子来说 是一件正事 即是也是一个 叫做要帮他教育一下 告诉你 为何今天要放假 为何那天要放假 即是 我从小时来说 即是小时 我们那些 物质就没有那么丰盛的时候 即是一年到晚 即是我们做小孩儿子 很喜欢去喝的 我不管他是受宴还是訓宴 你都可以有得去喝的 我只是知道 我前年轻子 在苏虹村住 出骑楼 挂了那些旗子 我就是 很简单 我就看到那些旗子 知道我快要饭吃了 因为我当时 我当时我不知道 我就问我妈妈 那些什么旗子 那些什么旗子 为什么都挂了出来 那些浪三竹 以前那些最棒的 三支香那些 整支旗都挂了出来 有些还挂出来 有两层楼 然后我妈妈说 这个就是双十折 国民党旗 我说 什么来的 然后她说 双十折就什么什么 即是说一段历史 给我听 然后才知道 但就以前 即是怎么说 以前未回归前 那些气氛 很多人挂了一些旗子 但现在真的少了 是 现在怕抄家 不是 其实除了抄家之外 以往我们的经验 就是 很快拆掉 你这样做 就像以前那样做 可能就会被人投诉 你遮住交通支线 不用投诉 自动波 它就会很快 所以我呼吁大家 可以挑战一下 政府做事的速度 其实我建议大家 10月1日 去港铁站 某些地方 插五星匪旗 看看她做事 会不会这么快速 其实挺好玩的 其实很有趣的 你十一国 你十一匪庆 那些人挂旗在外面 没人理的 当然没人理的 当然没人理的 但为什么说10月10日不挂 我告诉你 就算你现在 你现在 你10月1日 你去找个地方挂匪旗 没人敢隔你 是啊 没错 当然 这些 这麽大小便的事情 就已经预备了 但是 我自己这样来分析 其实现在 就算国民党 和匪党都已经fans了 你不可以这样说 你记不记得 为什么上面可以容纳到你挂匪旗 所以叶先生 你这个问题 你这个说话问题 就是一个什么 你可以说中华民国 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两岸关系是搞得好 你不要说是什么fans 正所谓我们的 我们海外部的主任 在一个早前7月1个节目里 他都说过一句说话 他说 国民党和共产党 现在来说 是没有以前那麽敌对的 那麽僵硬的 那麽敌对的局面 但是 大家彼此之间 也未去到 可以fans到 可以我担你的职位 你担任我职位 那麽不可以 那麽未到这些 即我排了 所以 当年 就算是马总统 即是马总统在位的时候 他回来说的时候 他也是说的 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 现时我们还是一个敌对的政党 我们不能容忍任何 有关于中共的职位的人 去担任中国国民党的党籍 这件事他说得很清楚 一直都说得很清楚 因为现在不是去到国共合索 所以我们可以说 其实大家现在没有那麽敌对 但绝对不是那麽朋友 以前三日 不是两日就要劈 但现在没有 就是吵鬼 但我只是想说一句 当时他们 五百红牛 去南京 中山林 周围都挂光了 青天白日 滿地雄旗 即是他都会包容不了 绝对包容不了 你不要被这些假的局面 五百红去的时候 可能半个南京封住了 有二百多万人 就迁出了南京 即是等于习近平去巡视猪肉当的时候 买猪肉的人都是革命 你千万不要相信这一回事 他不是包容你 是统战 他要做到目的的时候 即是这样说 但他当然是统战 他今时今日走那一步都是统战 但香港他不会做这些事 因为香港始终是很尴尬 很害怕 很害怕大陆突然说 你怎样可以让他这样挂 真的很多奴才 所以就是说 我们说 旗海飘扬这一回事 当年是有很多的条件和因素 所合成 这种旗海飘扬的局面 现在没有了的话 最近我们香港法南频道 和天天蓝的短片组 都做了一段 昔日香港双十的片 你们可以上去 法南频道和天天蓝里面去找 或者你去youtube里面 打昔日香港双十 或者双十节 都可能找到这段片出来看 里面有很多珍贵的照片 就是以前香港的伤神 大家可以看一看那个画面 但我希望大家就是说 以前的事 以前的旗海飘扬 大家可以怀面就是怀念 但不要把它变成了 你未来的一个观景 你未来要做的事 并不是希望再一次旗海飘扬 因为旗海飘扬这个问题 以前能够成功 是有很多的条件因素 这些条件因素 在未来未必会那么容易 再有的 但是我们能够 现在可以做 就是希望拿到现在 我们手上 有的有限的资源 有限的东西 去做未来无限的事 做出另一片的旗海飘扬 或者另一片天 并不是说希望再次 如果现在七、八十岁 或者五、六十岁 以前曾经的年代 你去回味是OK的 但如果你是年轻 就麻烦把眼睛放在前面 放在未来上去看 好 那双十国庆 我们又介绍一下 介绍完了 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话题 今天的话题就是 你写的是台中旅游优惠 其实就是 我打错字 应该叫中台湾旅游优 中台湾旅游优 出张照片1.1 有没有人在 不见了 没关系 1.1 没关系 1.1 中台湾的位置 包括苗栗苑 台中市 张化 南投 云林 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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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被譽为是台湾的中部 亦是一个大的鱼米之乡 今次他们推出了一个 外圆本照片是旅游卡 中台湾智惠旅游卡 这是一张网络了 有十九間客運業的二十多條公路路線 還有上千家的食肆、酒店 即是超過超過三千的觀光點 你拿著這張卡就可以拿到一些優惠和折扣 不是任何人吃的 不是任何人吃的,是優惠折扣 就推動你去中台灣這個地方的旅遊 其實很多人經常去台北玩 其實中台灣也有幾多地方可以去玩 現在往往是經常去一些旅遊的地方 最大的問題是遇上交通 交通永遠是最貴的 台灣的交通網路也算是完善 但如果其他國家,例如歐洲那些地方 交通是很貴的,日本也很貴 日本也貴,韓國也貴 首先你要搞旅遊業 第一就是先解決交通問題 現在有十九間客運業 還有二十多條公路路線的巴士 可以拿著這張卡坐車就有優惠 另外同樣地你去一些 即是其實的士等等 我好像見到他的名單裏就沒有 沒有的士 但起碼他有... 譬如我去到台中,你叫我乘公交車 我真的不懂 但我想問一下跨...滑散貢 那些跨...跨... vac, need 你由台中去苗栗,過去漿化,過去藍頭,這些可以叫客運車 這個客運車的時候,你就可以拿著這張卡去買票的時候得到一個優惠 但台北去台中的那些行不行? 台北去台中不行,因為這張卡是港民的中台灣 只是中台灣 即是要在中台灣起床到終點都是中台灣 即是你拿著這張卡,你可以由台中玩完之後過藍頭,藍頭之後過嘉義 玩完一輪之後你回台北,這一轉就沒有優惠了 即是我去高雄又不行,我去台北又不行,只是台灣中間 但一個小時台灣也夠你玩很多天了 真是可惜了,BRE拆了 它同樣地有Apps的地圖定位功能 告訴你哪裏你附近會有這些優惠的商店 非常之方便 通常那些優惠是怎樣優惠呢? 八折、七折,送貨 八折或送貨 七、八折或送貨 即是我們講台中,原本其實是首十公里不需要付錢的 坐巴士 而且BRT初期開的時候都是免費的 算了,拆掉的東西就不要說了 這個你要知道 但現在不是都要收錢嗎? 現在首十公里是嗎? 我經常想評擊就是台中插BRT這件事 很神奇 爆明是一個BRT在政治鬥爭裏的犧牲 因為我們覺得BRT不成功 什麼叫BRT? 叫巴士專用線 其實它只不過是 不是,它叫巴士捷運 對,它正如跟捷運 從地鐵一樣 但它有一點便宜 它便宜很多 因為你不需要做大工程去挖地底 地下垂島機械 只要按條關公路線 只要一條路線,巴士專用線而做一件事 即是等同於 專市小巴那些 但它有軌 它是好像輕鐵一樣 它像輕鐵很多 但是它的靈活性和做這套系統是便宜一點的 而且它不像 電車也是專用度的 它現在開放 最後最終的結論就是 將它開放了那條軌 連那條軌都不是專用車 你可以直接用路面 即是開闊了 最後是改善了這件事 但它也拆了 都是拆了 那又浪費了很多錢 我浪費了十幾億便是少錢 即是台灣有的是錢 即是連我去共區 以兆慶這樣計 兆慶都有BRT的交通系統 連共匪都做得到的事 即是唐彤中華民國 台中竟然做不到 不成功我就覺得 即是這件事我就覺得很歐頭 別說這些了 算了 人進黨執政是這樣 它不拆了怎樣有錢落袋 接著我再介紹旅遊卡 還有一件事 就是有一張特別推出 給國際旅客的優惠 四天WIFI WIFI 不是WIFI 不是送老婆給你4G 四天的WIFI 它叫做吃到飽吃到飽的套餐 吃到飽就是我們香港叫做任用 無限數據 無限數據 四天就值得 199元 即是五兜東西四天 台幣 這個價錢怎麼便宜呢 就是如果現在你去桃園機場 你落地去用台灣大哥大買這個 五天的4G卡 都250元 瘋了 5塊 5塊台幣 5塊台幣 通常是搬家賣給你 不過沒有電話 不過他OK 你去那裡需要什麼電話 其實現在都不需要電話 所有你都用WhatsApp直接打 其實用WhatsApp 或者用什麼去檢查都可以 這件事還有一個 中部的交通公車 這張卡還有一個叫day pass 這張卡要給錢買 好像香港的一天郵 新台幣是140元一天 一天一百四十元 即是全日任你搭 全日任你搭 都算差不多 都OK 一百四十元 都可以 很容易的 你搭轉車就有什麼 那裡搭好像是二十元 四十元都不需要 其實一百四十元你是好處 四十元都不需要 這個優惠 其實由台灣官房屋駐香港辦事處 主任毛中林提供出來的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的話 就可以去台灣官房屋的網頁看 可以看到更多更清楚更詳細的資訊 那去中台灣一定要拿這張卡 一定要的 那你有空問一下他 有沒有推廣台北呢 其實 因為其實 台北就少很多 他每一次有一個項目 就推廣某個地方 OK 但很少推廣台北 都不一定有各類不同的優惠 對啦 還有台北其實客人的客人是最多的 還有現在呢 就是少了大陸團 如果過去呢 那就是差點 想捉一下其他地方的人過來 我相信呢 觀光局裏面給香港 或者其他地方的旅遊優惠 應該是會越來越多的 所以大家呢 一定不會 去台灣的人 或者會想著去台灣去玩玩的人呢 就看觀光局的網站呢 就收一下料呢 可能就多多少少 拿到一兩個好處都有的 其實他現在這樣搞都算 都算幾好 其實都很方便一些旅客 真的真的 他要威嚇 其實呢 都要有能頭 簡單來說 香港人呢 最方便能夠去台灣 最方便的一個政策呢 就是網簽 即今天幫你搞了網簽 是最方便的 以前你一定要去中華旅行社 排隊拿台證 接受他那個非常好的服務 但問題是說 但這個網簽是哪一個政策 哪一個人的政策來的呢 是馬英九執政八年裏面的政策來的 你騙我 一定是馬英九的 香港人現在這麼喜歡去台灣 多多少少是跟馬英九八年裏面 推動旅遊業 和這個網簽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那些人經常說 你們香港人可以評論台灣的政治 評論藍綠、評論藍營都沒問題 但如果你說馬英九八沒有做過 他做過什麼呢 你拿著網簽都是他做的政策下來的 如果你可以評擊他其他東西 但你知道這個網簽是他的 方便很多 總之不用去中華旅行社接受他的良好 我以前拿了一本口特特的入台證 不是口特特的 他只是一張紙 很漂亮的 那張紙 剛才1.1的照片出不出到嗎 因為我想給大家看一張卡 有多次旺返 好不要緊 剛才我出不到那張照片 等我回到天天天藍的專頁 出到呀出到呀 給大家看看那張卡 那張卡還有網址在上面 大家可以到時候看看 就進這個網址裡 看看更多的資訊 如果我們出不到呢 你就上去天天藍網頁看 等一下我會放在天天藍的專頁裡面 但是他也算是這樣的 都叫做搞盡老汁 當然啦 其實難得說得難聽 其實香港可以借鏡 香港真的什麼人都不做事 算吧 根本就是他躺在那裡 打算等大陸接濟的態度 好 低能的 暗難之所為 還有今天我們會提供一些 台灣生活的小資訊 例如呢 其實我們第一步 什麼都說錢 第一步就是去台灣怎樣開一個戶口呢 銀行戶口 現在我們很多香港的朋友 過去除了去旅遊之外 有很多在罵國民黨 罵馬英九的時候 拿著馬英九的網簽去那邊 搞一些網絡生意 你可能需要開戶口去做過數 那樣東西 香港人的開戶口其實是開不了的 拿著護照是開不了的 是不是要找個台灣朋友 都不是 其實這是一個誤會來的 開戶口首先是地址 你的身份 你的身份 台灣是不可以拿著你的護照 或者香港身份證 去證明你的身份 所以我們就第一件事 要搞一個叫做統一證號的東西 統一證號 就像香港的身份證號碼 台灣人是用這個 做一個輸入和身份證明的 是啊 連網路拍賣那些都是用的 所以你第一件事 就要做一個統一證號 來代表自己 那為什麼要申請 統一證號給我申請呢 那我們就可以去 給我一張1.2的照片 對了 1.2 對了 這個就是台北市中證 我整個照片 中證區廣州街75號 那就是內政部移民處裏面 在花園大酒店隔壁 是的 你很熟悉 我經常經過 其實那裏不需要太急去 因為由早到晚那裏不太忙 而且你搞統一證號 需要的時間是很短的 要多久 15分鐘 如果早上去15分鐘就搞定了 而你所要準備的就是 1.2 1.3 1.3 所以準備的就是 你去到的時候就拿一份份 當然 戴一個你自己的護照片 還有你這次去的入台證 入台證 其實它規定你是要 不知道要住滿超過3日或4日 一個星期才可以申請 但其實它又不會太嚴謊去查你這件事 他可能會多口問你一句 你申請一個統一證號來做什麼 你說我要開銀行戶口 其實它是不會理你的了 移民署那裏一般來說都會批給你 他不是說現在很簡單 簡直是說入台四個小時之後就可以給你 以前是說一個禮拜的 現在已經方便了 你直接走就行了 只剩一分多鐘就快點說 去1.4 給他看一下其他相片 就是一個簡單的櫃檔 你去到的時候拿著護照片 填好這份表 按張照片 其實那張照片很快 按完之後一兩分鐘就有人叫你 沒有人 還有你影印了護照片 裡面有影印機提供的 就可能入十元台費 或是給他那些 印一張紙 外摩爾也不止 然後就印一張紙 他就幫你搞 搞完之後就給你一張紙的信 不是證件來的 紙的信 就說你這個人名就是一個 那我拿著這張紙就可以去開戶口了 拿著這張紙就可以去銀行開戶口 以往經驗最簡單就是 富邦銀行或中華郵政 其實你不需要擔心 譬如說我拿了富邦 富邦都不是周圍見到有銀行卡 那麼我按簽什麼呢 那麼台灣的銀行呢 是聯機的 即是你去任何一部提款機裡面 都可以按到你銀行的錢 所以富邦和中華郵政 其實比較容易 但你要提供一個地址證明 另外一樣東西 不是一個地址 不是證明 地址可以了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一個印章 台灣是需要用印章的 所謂我們香港 香港話我們叫圖章 那些印章就不可以古靈精怪 你都是有自己特定的樣貌 那如果上次你幫我做的那個 算輸那個呢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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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做些 比如說 又不是圓又不是方 然後形狀就 古靈精怪 那些就不行了 還有開戶口呢 它那邊不需要 那些卡會寄到你的地址 即是你可能去酒店那裡 你可以用酒店的地址來做 因為它有時候 我以往的關係 就是去富邦 你申請完之後 它承搭東西給你走 你搞定了之後 裡面包括了 有你的密碼 有那些東西 即時在門口 你就去改了那個密碼 那些東西 你就丟掉了 那你就有個戶口 可以做你自己 不過我想問一件事 台灣那些戶口 是不是好像香港那樣的 例如說 我一年裡面 我進了一些錢 我一年不動 它就會和你自動cancel 那每一個戶口裡面 有它不同的 兩個條件 你要銀行問清楚 或者中華郵政那些 就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管制 好 那第一節時間差不多 那我們先去廣告回來 拜拜